关盆景 坐游船 入住浪漫小木屋 到丽园 感受中国三派合一的园林艺术 我觉得这个原子 就像丽园的名字一样 雅静 美丽 丝月饼 大锅菜饭 来味觉故乡 品地道家乡味 菜饭我就很少见 然后这么大的锅 又是没就没见过 摘莲棚 看孩子们如何玩转 西彩和堂 欢迎收看今天的 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江苏静江 静江 隶属江苏省泰州市 有美食天堂的美誉 这里有大名鼎鼎的 蟹黄汤包 历史悠久的 静江肉腐 细腻可口的香沙鱼 除了有美食 静江还是一座 山水盆景名城 精致美丽的小城 处处藏着 令人叫绝的美景 坐落于生辞镇的丽园 便是一处来 静江游玩 新的打卡圣地 您好打扰一下 你们这拍照呢是吧 是的 你们从哪来的 我们从上海来的 怎么样这边的景色 那当然来了 好山好水好景 还有真的 我们到这个丽园来 我们感到真高兴 在这个我们静江 有这么好的好风景 让我们过来看 大门进来 很期盼 那个山科 那个银克松 真厉害 真厉害 真厉害过来的 对 你以前来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 第一次来 什么感受 看到这 非常震撼 就是这个原始森林 一样的感觉 一路上过来 那个水果 那个果树啊 什么果子都还没有摘掉 就非常好 静江盆景是一个特色 那么它 更好的就体现了 静江的一个特色 包括刚才我看到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桂花树 都在别的地方很少 这处水上盆景园 带瓦白墙层层地近 从提有云水马洲的拱门进入 迎面是砖雕江南繁华土 往昔繁华的市井风情 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徜徉其中 一步幻景 处处降薪 这是我们静江的 就是那个山水盆景的代表 哇 这个感觉太漂亮了 对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对 所以这代表 它就是非常用心 就是这里头的每一个小景 我都感觉你是用了足够的心 对 中国人的讲究 Yes 就是一步幻景 就是你站任何一个角度 它的景观都是很非常 我们尽量做到这一点 它就要讲究一个本事 你看它这个就是灵水式的 它一定要靠在水底 你看 水面你看 趴下来 它这个就是 就是说这个盆景 它其实就最适合菜色 在这个位置 对对对 丽园的主人张小一 如数家珍地 向我们介绍起 这些精巧的园艺盆景 看似信手拈来的陈设布局 实则花费了主人大量的心思 可是这个园子非常大 你是没事就琢磨 对呀 那你这个方案需要修改 也是行 也修改 最多的地方就修改了 大概整个四五次吧 一定要修改掉 你看它不舒服就拿掉 你四五次是只在图纸上 不是 做完了也拆掉 做完了还把它拆掉 拆掉 那没办法 看它不舒服 你走看又看 你肯定不如眼 因为核实是最对的 它扔的眼光是最厉害的 你看 哎呦 舒服 那就对了 舒服 这是非常难得的境界 对啊 水运江苏是丽园的主题 水在丽园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发挥 傍晚时分 您可以乘着游船 关上岸边美景 聆听美妙歌声 度过一段 惬意美好的时光 都说坏的潇洒 从来到北一条条 消息会说话 你这个游湖的感觉怎么样 很清醒 一种空灵的感觉 刚才那个歌一半叉 特别的感觉到 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原子 就像那个丽园的名字一样 雅静美丽 我感觉这里空气特别好 还有特别是那个荷花开的时候 在上面拍拍什么抖音啊 特别有意思 如果您还意犹未尽 想更多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丽园主人也早有考虑 看到这临水而建的 一幢幢小木屋了吗 住在里面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住在房间 你看它在这个后面上 窗不拉开 就能看开在外面 很有意境 对对 就是在屋内呢 它是一个很私密的 就是像那个民宿一样 但是风景就在眼前 拉开 它推窗就看到紧 就是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 一充分利用 因为我们江苏它没山 这就是水 所以把水的文化也呈现出来 所以说我更加的就是 在这个上面也多考虑吧 它外面还有一个清水平台 别有洞天了出来以后 对啊 你看 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 它有广阔的湖面 的景观 那就等于是坐游船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就是在这个眼前经过 互为风景 对 这的客人可以看到游船 他在游船就可以看到其他的客人 闲暇时 您可以到临水露台小坐 下午时分 还会由管家摇着吴鹏船 贴心地送上各式茶点 开启一段浪漫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占地四百亩的立员 集合了洋派 龟派及苏派建筑风格之长 知行馆 合一亭 诠释了主人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与践行 很雅致 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发现是 它是真的古迹应该 不是后来做的 是吧 对对对 这个都是 这个是早点我在安徽州的 还比较稀少的 叫英诗营像你看 这边是个诗子 这个馆我把它取名叫自行馆 其实这个是典型的苏州园林风格的 建筑 这个叫自行馆 这边叫合一亭 加起来自行合一 我很崇尚王阳明的自行可以得到 所以把它取名叫自行馆合一亭 你就把很多 我们以前是在文字上体现出来的 一些诗句也罢文章也罢 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景 对啊对 中国文化是源源流长的 穿过这里确实别有洞天 放眼望去 荷塘美景尽收眼底 这也是丽园主人张晓仪 最引以为傲的一处景观 这是花了你不少心思 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 总共前后建造 就是真正 动手建造的话已经十一年了 再加上准备工作到五年 前后大概有十六年的时间 从筹备到建筑 现在 现在初级规模 园内鸟与花香 收集了近万株名贵树木 一片生机勃勃 您可能很难想象 十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 我是2010年过来的 原来这里脂肪都是荒的 脂肪没这么多树木 什么核什么路 我们从2010年过来 就开始从周路开始 方圆这么大的地方 蹭草不生 然后我们当时 我陪她一起进来的时候 都是参照高班套学 一起进来的 根本走不进来的 不要说现在有树了 当时连草都没有 原本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张晓一 这11年来只做了一件事 便是打造丽园 她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在园子里 跟工人一起劳作 只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 说老实话 我之所以取名叫丽园 我是双重目的的 一个因为我老婆 他叫黄丽皇 草头皇 叫王丽皇 他里面的例子 说实话 我这么多年来 我搞商业活动也好 就是打造这个园林也好 他都是在背后 是默默支持 我对他也有愧 说实话 所以我把这个名字 把丽园的名字 就是取自他的例子 其实呢 例子也代表 就是把一个美丽 就带给大家的意思 有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当这个园子 我们都老了之后 这个园子将来怎么办 他说我这个园子 就是留给近江人民的 这个园子就是近江人的 等所有的在海外的 在海外的学子 什么的 他们回来 都有一个归属的地方 张晓一说 他是土生土长的近江人 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赤字两亿多元 没有想过回报 清新打造的丽园 只是想为近江人 留下一笔财富 让更多的人了解 喜爱中国博大精深的 园林艺术 把美丽留给近江 来到味觉故乡 静江的生祠镇 有一样美食不得不提 那就是丝月饼 相传南宋年间 抗金英雄岳飞 退军江阴军沙途中 发现安吉江淮留民于此 并派兵殿户 百姓赶其恩德 为其建庙 因所立祠堂于岳飞生前 故名生祠堂 生祠镇也因此得名 后人为了赶怀岳飞 把当地的一道美食 福烧饼 改名为丝月饼 你这是做的什么呀 你能跟我讲讲吗 我做的福烧饼 福烧饼 对 你这烧饼跟我们那烧饼 可一点也不一样 你这个好像菜饼 这里边是什么馅啊 我们是煮出那个 里面一个肉末 下人 酒菜 吃它没有什么 这个配方是祖传下来的什么 我听得好像有祖传 是这个意思吧 我主要是觉得你这个烙饼的方式很奇特 你知道吗 印大娘今年七十多岁 她做的丝月饼远近闻名 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品尝 她说丝月饼制作的关键是摊饼 太薄太厚都会影响口感 我来尝试一个好不好 把锅擦干净 我有名的心灵手巧我们节目组里 你知道吗 我很有可能一做就成功 我试一下啊 好 放多少 你一勺 一勺 一勺 少吗 好 可以可以啊 可以 好 通告放快一点 哦 放快一点是吧 来 蘸一点水 好 蘸一点水 好 把它弄匀是吧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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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回环 成功了 我需要再补一点 可以 可以 这个然后就补匀了 补匀了 哎 还是补匀了 这个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 对对 啊 你补把头啊 我补不匀 还是交给你吧 这个呢 这个呢 黑了 这边厚了 这边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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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配的不均匀 哦 我们做出来的它基本上是均匀的 需要均匀的 对啊 做好的烧饼再上锅煎一下 一会儿工夫 一张香脆可口 外酥里嫩的丝月饼就出锅了 当天正赶上生辞镇立珠村的采摘节活动 游客们也可以大饱口福了 我们这个懒烧饼啊 有八百多年累死了 是有费带难民到我们这里了啊 我们尽量的难民为了沟通 有费 啊 定制的这个烂烧饼 啊 是有历史典故的 八百多年累死了 啊 采摘节人气很旺 几百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 有了这口大锅 估计是不成问题了 用它做出的饭会不会格外香呢 随着锅盖缓缓揭开香气四溢 这里面到底做的是什么饭呢 这是做的什么这么大一个锅 这是我们农家的土菜饭 土菜饭可以 这个锅也太大了吧 对 这一锅烧满的话 就要烧一千两百斤 一千两百斤 一千两百斤啊 一千两百斤啊 多少人 今天做了有多少 今天烧了大概六百斤吧 这么多人 哦 这够多少人吃的这个 这个吧 够四五百人吧 四五百人吃 是 需要做多长时间 你怎么做呢 各位描述一下 这个呢 有肉 肉片里面有肉片 五黄肉片 把肉片切好 扁黄了就是 扁黄 扁黄然后把菜放进去 再加米加水调料进去 然后慢火 先用大火把它烧开 烧开然后再用小火慢火 慢慢的焖 焖是吧 对啊把它焖熟 这种菜饭我就很少见 然后这么大的锅 又是没 就没见过 没见过这个 这个锅有多大 给我描述一下 实际是两米四的 哦 对 打扰一下 这个这个饭的味道怎么样 给我们讲一下 蛮好的 蛮好吃的 你见过这么大的锅做饭 或者 没见过这么大的锅 这个菜饭吃锅的 它跟一般的那种小锅做的 有不一样呢 味道不一样 怎么 它这个就是说 大锅饭嘛 就熟起来很多 就米饭的香味不一样 啊 从2018年起 生祠镇立珠村 每年都会举办采摘节 来自上海南京等周边城市的人们发现 原来在江苏 还有这样一个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小村落 你摘了这么多啊 给我看看 没有 你怎么 你以前摘过蜜猴桃吗 没有 没有啊 你知道蜜猴桃 你以前知道蜜猴桃长在哪里吗 真的 你为什么拦得到我手上来了 你去给我看是吧 那摘好多 你自己拦的 你怎么分这个熟米熟啊 那我是小大熟摘 哦 哇 你这采摘的也不少啊 对 你以前做过采摘吗 我做过的 这么一点的话就是 刚刚开园成熟的时候我就过来 哦 它们家的这个米苏桃怎么样你觉得 这个口感挺好的 跟市场上买的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啊 反正我在这园里面 就是经常过来采的时候 基本上吃饱了出去的 哦 对 这是采摘的乐趣 你先吃好 它们是两个品种吗 不知道 是两个品种 是两个品种啊 就是说你采摘的有扁的有圆的 你以前是见到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种 都是圆的是吧 没见过扁的 细心的游客发现 采摘圆里还有一种扁扁的米猴桃 不光外表异于平常 偷开来看竟然还是双新的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米猴桃因富含维生素C 有果中之王的称号 那么 荔珠村的初腾一号 红心猕猴桃 有何过人之处 味道又如何呢 什么味道 很甜 和你在别的地方吃的 猕猴桃有不一样吗 还是一样甜 这个甜 和你以前吃的 这个猕猴桃有什么不一样吗 以前妈妈买的是里面有酸的 这个呢 这个呢 不酸 不酸 以后让妈妈光给你买甜的 不买酸的行不行 在采摘圆里吃这个米猴桃 跟在别的地方吃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那不一样 它这个是没有打农药的 在外面吃的话 口感不像是这么甜 然后酸酥的 这个味道就比较甜 有一点点酸 就特别像我们师傅 我们这些年轻人吃的话 就口感比较好 体验完采摘的乐趣 大家都满载而归 一斤二十元的价格非常实惠 游客们纷纷大包小包买个不停 您好 打扰一下 您怎么买了那么多呀 人数多 您家里都 是好几户一起来买的 对对对 一起买了 是多少户人买了多少 五六户吧 一个一户两袋 从9月1月开始开采 刚刚开始开采的 对对对 每天都这样好不好 对对对 那每天大约收入能有多少呀 每天有5000多 有8000多 生慈镇立竹村 原本是静江出了名的贫困村 2013年 冷鸿鸣林薇寿命 担任村党总之书记 他上任之后 带领大家发展乡村油 还创建了七彩立竹品牌 把村里的农特产品 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这都是等的 这已经要发了 这个就是打包了 这个网上发货的 我们这个订单 有订单什么人写了 就会把它印在上面是吗 是的 挺好 咱们每年能销售 通过这个店上这一块销售 能有什么情况 我们去年店上销售 就2076万 今年疫情期影响了 但是对我们电商农产品销售 反而提高了 我们加剧这个机会 在这个把蔬菜水果 送到这个居民的小区门口 我们对当地的医务人员 免费送几万斤菜给他们 就是也支持一下 疫情旁控吧 就是一方面也回馈社会 另外通过这些举动来促销 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产品 提高我们的农产品知名度 揭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火 这个占地百亩的荷花糖 位于生死镇东近村 每年六到九月 荷花盛开的时节 都会引来无数游客观赏 这个是我们给游客体验 踩踩踩帘盆的 这个是一个伸缩的杆 你看可以伸到很长 它变不一样是吧 然后我把它固定住 每一节都把它固定住 你要多长就可以有多长 就可以套到我们的帘盆 比如说我要套这个套上去 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对 需要一拧 对 往里面脱里 对对 现在往兜里去是吧 对 往兜里面 来吧 来吧 在里边吧 在里边 这个是需要点技巧 需要点力量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不是让人看的吗 你为什么还要专门设计 让他们把它摘下来 这个帘盆 如果说不把它摘下来 它也会老掉 我们摘下来呢 这个里面 可以品尝里面的帘子 水果帘子 非常的清甜 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 更是吸引了许多孩子参加 以前踩过帘盆吗 No 没有啊 什么感觉 好兴趣 兴趣啊 我看你也挺兴奋的 直接包开就可以吃了 对 对 尝尝味道怎么样 再包 你们以前有吃过 自己刚摘下来的帘盆 然后就直接剥了吃的吗 对 我们都没包过 很多孩子们都是第一次亲手采摘帘盆 第一次品尝新鲜莲子的味道 兴奋之余 还学习了很多关于荷花的知识 通过寓教于乐的游戏 孩子们还知道了荷叶在古代 被人们用来当作酒具称之为必同饮 那么用荷叶喝水的感觉又如何呢 刚才不是在做游戏吗 怕我现在没喝 刚才饮了的人没喝到 怕要品尝一下 这饮了的人在喝了 这饮了的人在喝了 不苦 不苦 有一丢丢苦 是有一点点苦 抽这东西能清热 会苦吗 有一丢丢苦 好 今年我们大概有近十万人 来游览我们的河园 就从我们七月二十五号 核花节开幕以来 那一直到现在 几乎每天都有游客 张总介绍说 七彩核糖总投资三百八十万元 每年营收五十万元 明年他们还要扩大核糖面积 引进更多的品种 继续传播核文化 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美 近年来 竟将坚决落实 三农优先总方针 坚持把农民征收放在心上 把农业发展抓在手上 把农业和谐扛在肩上 以品质品牌品味为突破 明确精细果蔬精品余业 精致愿意悠着稻米发展路径 让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在近江大地上栩栩展开 如今的近江 不光有让人赞叹的美食 更有让人过目难忘的美景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自豪地把这座城市称为 放大的家 放大的公园 近江人正怀揣着无比的热忱和期许 迎接八方来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